今年竞争非常激烈 由综艺完很大的吴宗憲跟Kid 对上的是全明星运动会的许展员 钱维娟还有江洪杰 以及全明星攻略的曾国成 蔡上化还有Janet 谢怡芬所主持的决战水下伸展台 还有影后杨贵妹主持的温塞 来势汹汹 最后主持人讲的部分呢 是由温塞节目主持人拿下 至于在节目的部分则是决战水下伸展台 如果有新的一季的话 希望可以尝试什么样的可能呢 妹姐 尝试什么样的可能 对啊 什么样的可能都可以啊 我们论据很大 论据很大是不是 妹姐的意思是我们无所不能 三点全露都可以 不行啊就不能播 小朋友不能看 嗯 真理有什么话想说呢 刚刚想说把奖金全部捐出去 然后鼓励大家都捐 不是其实是有奖金吗 我其实不确定 因为我没得过所以我不知道 我们应该问谁 问诚诚哥 蛤 问诚哥啊 有奖金的 试试有奖金的 特别感谢妹姐啦 因为刚刚有说什么不敢尝试 没有尝试过的东西 其实妹姐在阮山这一季都已经尝试 她其实是非常怕水的 然后我觉得第一集 她非常勇敢去挑战各种水上活动 真的很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激励 对然后因为妹姐也是从第一季带就是做这个节目到第三季 所以我觉得在我是第一次当节目主持人 你现在还看起来很心虚 我觉得不是说心虚而是一种觉得很受宠若惊 受宠若惊 对因为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一次跟妹姐学习很多 所以谢谢妹姐 我觉得你是我们的吉祥舞 你知道阮山四季入围最佳节目 然后三季入围最佳主持人 那前两季都没有拿 就这一季都没有你 前两季都没有你 然后这季有你 然后你就拿了 你看你是不是有我们的虫 你们这里真的是金光珊珊 我真的很快要张不开眼睛了 再次恭喜各位 谢谢 恭喜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我们真的很开心